Hello 大家好 我前幾天在instagram post了一張照片 叫大家問我問題 因為這次是我第一次做Q&A 就有很多很多問題要答 總共有400多個留言 裡面的問題很多都重複了 主要是問我的學業、工作、我將來想怎樣 我的relationship和美容的事情 很多都重複了 所以我就分開不同的類別回答你們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拍你游泳會用到的makeup products 其實你不說我都打算拍的 就是因為最近天氣經常下雨 finger cross 我記得我小時候未懂得拿筆 已經開始拿著東西周圍在玩 我的相機現在正在用canon的700D 鏡頭是sigma 35mm 1.4 可不可以拍morning和night routine 我會接聽你的意見 平時怎樣護理underarm 還有有什麼方法剃毛 我平時只是用剃刀剃 很快刪出來 還有剃一下好像有點斑 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護理 我放假其實都比較喜歡外出 最近就很喜歡看書 怎麼keep fit 球教 我很喜歡你 謝謝 keep fit這件事實在太多人問我怎樣keep fit 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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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東西的人 大家經常問我做什麼運動 我就做開一個app routine 但最近都比較少做 因為那套運動其實都比較intense 最近主要都是跑步 那可能我的手手腳腳 那些死肢 就騙得客人 他長得比較幼一點 和直一點 但其實我臉又很肥 很傷害皮很大 每次我拍一些說話片的時候 是拍不到一個新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我肥了 所以就不要問我怎樣瘦面 總括而言 我是三餐正常的 那很幸好我自己是一個不選音雜食 我是一個很喜歡吃菜 水果 什麼都吃的人 如果真的想keep fit 就不要吃太多零食 那我都平常會跑步 那另外也有人問我 怎樣瘦一些局部的位置 減肥就很難只瘦那個位置 其實主要做大洋運動 最簡單的都是跑步 將一些巧克力和法 之後再做針對那個位線條的運動 這樣就會比較有效 你怎樣曬黑的 我是一個很喜歡出去玩的人 我很喜歡沙灘 接下來我也會有很多朋友去 Full Trip 行山 踩單車 那我做很多戶友活動 昨天呢 在銅鑼灣里遠見到你 Hi 皮膚這麼好有什麼tips 其實我皮膚真的很不穩定 有時候好有時候都不好 我覺得最簡單就是做清潔和保濕 你有沒有上過工 我有上過的 其實你讀哪間學校和中學的呢 中學呢 其實我之前有說過的 你肯定也是不留心的 太多人問我關於讀書的問題了 其實呢 我從小到大都是在香港讀書的 那就是大學呢 進了一間國際學校 那就是Sylvania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那這間學校呢 就是一間美國的大學來的 那它分別在香港、法國和美國都有分校的 那所以呢 我就隨時可以去美國的campus 那 那接下來呢 我已經transfer了去美國的campus 那很多很多很多人問我關於bra的問題 那每次我穿一些掉帶衣服 或者是沒有帶的衣服 那為什麼我就不留到bra帶出來呢 那呢 那我就是穿這些寶仔膏的 那這個是布面的 是我最近新買的 它其實有黏力的 那所以呢 你穿的時候就這樣吸下去呢 那就OK了 問我舒不舒服呢 不舒服 有沒有承托你呢 沒有承托你 不過貪美你又不想到bra帶的時候呢 這個是唯一的option 你對以後做youtuber的路 有什麼目標和有什麼期望 我拍youtube呢 一直都是很平常心的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好aggressive 說要做到最top 但是令我最開心的呢 其實是我最近開始 跟大家分享我的畫畫 大家都很喜歡 這件事是我最開心的 有沒有後悔做youtuber 最近呢 我因為不開心 我收到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才知道呢 原來我一個人呢 我是接觸近近十萬的人 而你們呢 是世界各地的人 那你們當中呢 有些人可能比較小過我 但是大過我 可以教到我的東西又有 經歷過的東西給我更多 然後你們會有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一個人呢 接觸你們十萬個人呢 我的視野是可以很廣闊 我可以在你們身上 其實學到很多東西 我應該不會啦 為什麼你這麼甜蜜 嗯 是嗎 謝謝 請問你全名是什麼 你一定沒有看我50Facts的影片 雖然很久了 我記得拍的時候是19歲 但看起來覺得自己很小 而且我喜歡你的笑 謝謝 笑多一點 笑多一點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Yes I do 我不是1.32 會不會考慮眉整形或者整形 應該就不會啦 Do you just break up with your boyfriend Yes I did 有很多原因的 那 這件事真的令我大過得很快 什麼原因都好 當然我會反省自己過去做得不好的事情 那我明白到原來一段感情不是 一味不停付出 一味不停忍 就OK的 真的兩個人的溝通很重要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忘記呢 嗯 有很多人會跟我說 當你找到一個好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忘記他了 但是 我 我很想在這段時間自己一個 然後 學多點東西 然後做一個 比以前很十倍的人 先再去想這些relationship的事情 因為 哎呀 我現在很小 只是21歲 還有 我不 敢再去 談情 會不會很不捨得他 唉 唉 不要說了 你會不會想嫁有錢人 我自己的經歷呢 一個人對你好不好 尊不尊重你 心不心痛你 尊不尊一 看他家人 很多東西 如果那個人是好的 然後另外他是有錢的 那他有錢這件事 會是一個bonus 然後如果他有錢 但他很壞 那我也不會說 你很有錢 我要嫁給你 然後就問我 Have you learned printing video request for pumpkin art tutorial please 我是沒有出去報過任何一些課程去學的 那真正真是去學一些techniques 是我回了大學 那我take他們的foundation course 就會有一些畫畫的班 嗯 是嗎 真的可以教你們嗎 然後很多人都很關心我的 洗費啊 經濟來源啊 我買東西啊 吃飯啊 跟朋友出街啊 很多時候都是我自己的 因為我家人已經沒有再給我零用錢了 都是主要是拍youtube啦 因為google是會分紅的 那另外有人問我是不是很有錢呢 其實我不是的 我只不過是一個很平凡的女生 不過我很幸運的就是我家人很疼我 他們會把他們最好和能力化為之內的東西都給我 他們寧願自己辛苦一點 都不想做我的包袱和負擔 那我不是說我將來出來工作 我不會養他們 我很幸運就是他們可以讓我讀畫畫 那將來的收入可能會不會很穩定 但是他們不會給我很大壓力 或者是成為我一個很大的負擔 很幸運呢 沒有遇過很多hater 那當然會有一兩個不太好的留言 那其實我都會認他們的 那我就會直接告訴他們 你這樣說我會不開心的 講到這個自信的問題 其實我本身骨子女是一個很有自信 和很開心的女生 但是過去幾年 就重心放錯了 很少為自己去想 很自備 很怕自己做錯 做得不夠好 被人挑剔 或者被人拿去比較 其實我自己也在過很多困難 所以這段時間其實我很努力找回原本 很開心 很有自信的我回來了 所以最近我都很努力看很多書 正在評論自己的信心 可以拍多些drawing video 當然可以 你們肯看就可以了 我是很喜歡拍的 為什麼你拍照這麼上鏡 就是說我真的不漂亮呢 你最擅長用什麼medium畫畫呢 你畫人很漂亮 我也是讀fine art 但是自己問 不是畫畫的料子 那其實我覺得畫畫就真的沒有畫什麼 了不了子 我最擅長就是用color pencil 其實我另外又很喜歡用 acrylic marker inc 和watercolor 最近又試玩gouache 然後最近又學這個digital 就是我買了那個 電子挖琴的畫版 我最近又在玩那個 Will you be traveling to Malaysia 我接下來會再去新加坡 不知道到時候會不會去馬來西亞 會不會在香港教meet and greet 其實都可以 不過我怕我弄了 你們沒有人來 這樣就慘了 雖然不是很適合時候問 不過想知道你如何處理 不要緊 我會盡量令到每一分每一秒很充實 學很多新的東西 你有沒有女朋友的 有女朋友的 真的沒有亂問人家拿電話 那關於我用的color pencil 其實他們是prisma color 香港不能買 要在美國的blake.com那裡訂 他們是很賢色和很eblake的 如果你用過 你就明白我說什麼 如果買畫畫的東西 我最想去就是Yama Di的CN2 讀art有什麼前途競爭大不大 其實真的好看你讀哪個飯 如果你是讀graphic design 其實都前度可以很大的 因為有poster business card 還有很多logo 所以那個需求其實是很大的 我經常笑的心得都天生的 因為我自己這個笑點真的很低 要哄我笑是真的很容易的 其實我英文真的不好的 如果你叫我寫一篇很poatic 很有詩意的文 我想我的grammar又錯 然後我的文字又用得不好 但我自己就覺得我每學一個新的語言 所以我拿捏那個口音 就是那個口音 我對這方面挺有天分的 所以聽起來好像騙人 但其實你知道文法 和很多詞彙這些東西 真的要用很多年慢慢浸下來 那這方面的東西 我都有一段時間未到 就是好的 所以不可以說好 絕對 昏蘭的經歷 我記得是十五六歲 真的很小 還有很多印象 但我記得我撕了四隻眼 然後我記得醫生常常叫我不要吃假 因為你吃假 就會染到你那個牙肚黃了 就很醜 那說什麼時候 有什麼口音 其實I do have an accent 就是我覺得 每個人說一個語言 都有自己獨特的口音 其實很多是挺有趣的事 我又覺得 不需要特別去弄走那些 accent 你不覺得很有趣的嗎 你的裙子是不是不適合 size 然後有很多人問我 將來想做什麼 有什麼夢想 其實呢 我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夢想 我不希望我將來出來工作 是回一些很正常 很沒有挑戰性的辦公室 想著預算之後 就去一下旅行 因為我很想看多些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個世界這麼大 然後你一生人姐都一次 你沒理由只是在香港 你就應該要去多些不同的地方去看 然後呢 我就想找一個師傅 然後就拜師啦 然後呢 就做一個自由身的插畫家 但其實我最大的夢想 不是只是拍YouTube 和大家分享 怎麼裝美 其實我最想最想 是用我的文字 用我的畫 用我的一些經歷 去inspire 多一些女生 怎樣可以做一個開心 和有自信的女生 好餓 我要吃點東西 哎呀 這次忘記錄結尾 不過不要緊 謝謝你們收看 我會很快看到你們 嘴巴和說話都不同 好恐怖耶 好恐怖耶